多重逻辑 你就可以在逻辑里面再加逻辑 再加逻辑 但是可能如果你不太习惯这种做法的话 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大于等于80 那我会先把那个A的部分先做出来 那大于 这边等于等于80 多一个等于 大于等于80的话 那是A A已经有了 再来就是BCD 所以下面这个格子 里面可能有三种 还剩下了三种 那怎么办呢 也就是说你加一个1幅之后的话 在1幅里面 再加一个1幅 那特别注意 你已经插入一次函数的时候 如果第二次要再函数的话 请记住前面一个箭头 那你也可以自己打 不过你自己打 我想应该是很辛苦的 你可以在这边再点一下 记得不要点这里 请你点这个下拉的一个箭头 然后点一个if 你会发现呢 他会帮你把if加到哪里呢 加到刚刚这个格子里面 然后再让你另外再起一个逻辑判断 剩下的就是怎么样 这个成绩怎么样 大于等于70 因为80以上已经判断好了 剩下的嘛 剩下的是那个 就是80以下 然后那我是再介于70 80跟70之间是B 剩下的 好 B就判断完了 再来怎么样呢 再一次 所以再起一次 这个成绩怎么样 大于等于60 那就是C 对不对 那还有 没有了 剩D嘛 所以你最后一个就怎么样 把它输入D OK 好 应该看得懂我的意思吧 逻辑应该很清楚 只是说你等一下 要把这个做出来 应该可能 如果你不是那么常用 多重逻辑的同学 恐怕你要稍微小心一下 那做法特别注意 第一次使用 第二次以后的使用 都是这样子 所以你有一层 一层两层三层 你就把它一个一个做出来之后 按个确定 再来的话 我把它置装好了 这样看起来比较近 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全部都做完了 应该理论上 应该没有错 A的话 因为它是80分 又相等 等于80A 那这个是 等于是60几分的C 那这个不及格 这个是70分 有相等 所以OK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 把这个多重逻辑 给做出来了 不过如果说 你不用刚刚的方法 要自己把它从头到尾打出来 这一串 恐怕应该不太容易的 OK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试一下 都是用到一幅 但是第一个 综合评定是合格不合格 这个比较单纯 那如果多重逻辑 试试看好了 这个东西在云端白板上面也有 你们如果要找答案的话 一样可以在云端白板里面 我是把它放在 那个云端 这个我们的云端艇里面的云端白板画面 那特别注意 往后会先把 函数练习先做完 所以函数练习里面的逻辑函数 里面一样会有一个 应该一个资料夹吧 那名称也许叫做程式码 那点击开来 一样会有个弹出视窗 你就把那个弹出视窗 这个程式码 然后一样会有一个 最后这个index 你可以把它再弹出 那答案应该在这边都有 函数 这个 那多一个多重 多重是这一个 OK好 试一下好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